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云彩飞扬 我是静怡 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 想想自己的生命 朋友你可以想象 有一个人管理教会的财务 有三十年 从两千块到现在的两亿多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就来问问今天VIP徐本决牧师 本决哥你好 你好 季好 非常欢迎 我们刚提到本决哥在教会 其实服侍三十多年 现在不光是牧师 而且也是执事会的主席 我们每一次看到本决哥 上台报告财务状况的时候 都觉得好感动 觉得好有恩典 所以本决哥 要不要先分享一下 因为你说从教会 两千块管起到现在 两亿多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感谢主 我是1994年 从台北林阳堂到四林阳堂来 因为我家是住在四林附近 那么我就就近机会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那么刘牧师 师母他们从牧堂过来的时候 整个教会的预算也没有超过两千块钱 那么现在经过二十多年以后 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我觉得都是神所做的起码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把荣耀归给神 是人手不能够做的 感谢赞美主 是 很多人说本决牧师上台报告 虽然是报告财务 报告数字 可是听了都很感动 觉得好多的恩典 所以牧师要不要跟我们先分享一下 在这当中 你自己觉得经历什么样的祝福跟恩典 我记得自己所福祉的教会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神同在的教会 那么从开始到目前 我们的福祉 福祉以来 都有神自己奇妙的带领跟恩典 那么从那个福林桥 那个中山北路 一直到了这个中正路 到了中正路 然后再到成德路 再到这个集合路 那么现在到大致的这个支府路 虽然搬了那么多家 但是神的恩兽 没有离开我们 哪怕是我们自己 中间遭遇到非常非常多 难以言喻 不能够为外人所知的一些困难 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神要成就的事情 一定会成就 我们可以见证上帝就是那么奇妙 如果说你没有经历过 实在是也无法想象 只有经过的人才能够知道 才能够理解 才能够体会 神是何等的奇妙 感谢赞 是 本杰哥我们很难想象 只有两千块经费 这是怎么样的预算呢 就算三十年前 这个预算也真的非常的少 所以那时候是怎么样可以 我们说活下来 怎么可以度过呢 这个我想必须要提一点 就是我们的主人牧师 刘牧师跟师母 他们两位真是 就好像亚伯拉罕初吾尔一样 那么他们就凭着信心出来 其实这个司令 对他们来讲不熟 都是不熟的地点 但是他们就是凭着信心 凭着护照 凭着神的一些意向 那么来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我想说这个关键 神永远是觉醒一个人 从一个人开始 那么他们两位愿意 呼应神的护照 那么在这里 走一条信心的道路 神经过很多次 无数次的一个test 这个失恋 终于我想在神 可以信任的这个情况之下 神就把各样的恩典 就在各种不同的时间里面 能够赐下给我们 在不同的时间里面 把资源 人力 等等等等 都赐到这个教会里面来 然后这个教会 真的是除了感恩 惊讶之外 实在是五话可说 真的是神的工作 人手不能够做的 就是神 祂完全可以成就 我们想我们在建制 二十几年 将近三十年的时光里面 一直看出来 看到这个引柱火柱 就好像圣经里面 那么摩西出埃及的时候 那么这个两百万 以色列人 主要临柱火柱 他们都是跟着神的这个带领 一直往前走 那么到现在 我想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见证 神实在是没有离开我们 祂的手一直以我们同在 感谢赞美助 是 本杰哥是非常认真负责的 因为二十六年来都是由您上台报告 就是每一年都是这样子经熟 那我们也知道说 本杰哥在事业上 你也是非常认真努力的 可是在创业的时候 你也曾经遇到过很大的挫折 听说那时候描述很像有千斤万斤的重担压在身上 那是一个什么状况 是这样 这个要讲到我自己的出生跟背景 那么我是来自于缅甸 民国五十四年来 那么在斯大读书 那么五十八年毕业之后 那么按照教育部的规定 我们就是到学校里面去实习 那么但是因为家里面的人很多 我是弟兄姐妹有十二个人 那么我是老大 我希望说我能够在经济上能够有些改善 让后面的弟兄姐妹能够有一点比较舒适 比较好的一些生活条件 所以我在服务市去年之后 我就出来创业 那么你知道创业是天使地利人和 切一不可 那么我弟弟说我那个时间 这个起码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掌握的 那时候大概在民国七十八年的时候 这个好像股市是以后春孙 怎么样投进去都可以赚 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技术 你都可以赚得到 因为刚刚开始 那么所以呢当时在工厂里面 要招到一个作业员的话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我那个时机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么虽然业务OK 这个技术也OK 但是就是生产不出来嘛 没有人生产 那么就遭遇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困难 那么客户 那么在你没有办法如期交货的情况之下 他就对你的信用 失去一个信心 那么我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感觉到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那么也似乎就是这样 刚才这个主持人特别提到的就是千金重担 背负了这种没有办法 我就力不能够胜的一个重担 那么因此呢 我想我就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犯了忧疑症 那么忧疑症 然后呢我就去寻求帮助在教会里面 感谢主啊 神总是在人的绝望的时候 人的这个尽头的时候呢 神就会出现 有一句话说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我都是这样子 遇到耶稣之后呢 我当然是自己就信了主 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到有访问您的专访的文章 它的标题写说 那时候你好像是在蓝色多脑盒 但是这个脑是烦恼的脑 多脑盒 没错 没错 而且又写到说 忧郁的状况 甚至还有想到自杀死亡 这些事情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那时候的状况 我想人到了那种力不能够顺的时候 他想到的东西都是负面的 比较不太容易 因为人总是人嘛 那么在这种前进中 但这种压力之下 在环境并没有什么 改善了一种迹象 左思右想 那么就难免就选到一种 这个转牛角尖的一个地步 那么越想越早 那么这在一种 这个好像负面思考 也就是说不断的循环嘛 不断循环 所以呢 日积久了以后呢 就变成严重的这个犹豫症 那么这个是基本上是从工作压力里面出来的 嗯 那时候甚至你连遗嘱都写了 是 遗嘱写给所有的家人 对 我在基本上 我因为是老大嘛 我也算是在家里面算是比较孝顺的 那么也责任心 我想说必须要对我的后事有些交代 尤其是爸爸妈妈 我是因为刚刚信主 不会就马上这个改变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但是呢 我对我爸爸妈妈 我的太太 我的两个小孩子 我当然会希望他们这个能够在有生之年 能够信耶稣 我说所有的语书都是针对家人而写的 所以牧师 其实您真的责任心是非常的重 但是您也被这个责任压到喘不过气来 像在忧郁症的时候 那时候是不是就是精神涣散 就是常常想睡觉 那您开车的状况怎么样呢 是这样子 自己开车 我是这样 我记得七个月里面 平均有七次车祸 我好像每个月都会有一次车祸 哇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我每一次上了车以后呢 就开始紧张 那么紧张把自己的精神绷得很紧 弄得越紧的时候呢 自己就没办法放松 所以从家里面开车到公司里面 那公司是在综合我们的工厂 那么中间开车要大概将近快一个小时 你知道吗 如果是在紧绷的一个小时里面 在紧张里面一个小时 到了公司里面以后 这是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捡回一条命 但是因为紧张过后 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去做 也没办法去处理其他的事情 所以人是已经到了公司 但是呢 已经没有什么心力去处理一些复杂的事物 所以呢 这个是越演越烈 这个恶性循环 这是在极端的一些 这个好像痛苦里面 常常也有好几次是在高速公路里面 发生切祸 这个是触目尽心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上帝刻意的保守 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守的话 我想七个月里面就发生七次切祸 这样的频率的高 那么我想说很难想象 就是说这么高的出世的频率 现在回想起来以后 非常非常感谢上帝 就是说他可以的保守 所以呢 我在信主以后 我就尽可能的把我自己的时间挪出来 我就能够献神给主 因为我这个命都是上帝救回来的 为什么会有那么感恩 乃是让我自己经历到 我这个命是被捡回来的嘛 所以我现在我能够做什么事情 在教会里面 我都不会说好像记忆 除非是我自己力量达不到的 牧师叫我做什么 我想我愿意试一试 我愿意勇敢的去做一做 所以呢 不管是牧师叫我担任哪一方面的 我想我都 基本上我都不会记忆 大概是这样子的 就很像那种经历过死 因忧谷之后 又重生的那种心情 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恩手 一直在保护着本厥哥 因为真的这车祸次数太多了 难以想象 那时候有看医生 医生怎么说呢 医生他是非常亲自地告诉我 他说你这个需要住医院 要住医院 那住医院才在暂时把工作 能够缝在一边 那么一段时间住医院以后呢 然后呢 在医院里面就有护理人员 固定地观察吃药 在这个比较有计划的一个治疗的里面 才会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就依然居然 我也不怕 是说别人要怎么样看我 那么一次我就到医院里面去 你知道吗 这个比较看医生 是不同的眼光嘛 包含家人里面都不太谅解 但是我在想 我就非常清楚 我想除非是能够到医院里面去 有一段时间去治疗 要不然真的是在外面 还是要每天要处理 那么多很复杂的事情 我那时候我就觉察出来 我能够接受医生的这样的建议是好的 虽然仍然是会面临到很多来自朋友 来自于家庭的压力 但是我想我只有这样 我们别有选择 我就是这样到医院里面去住 住了大概将近快两个月 渐渐好转了以后呢 就有一点的恢复 感谢住 我们恢复了以后 就可以慢慢可以到职场里面去 处理一些事情 我们知道说住院一定是 急性期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出院之后 其实没有完全的跟忧郁症告别 那时候有很多的亲友来跟你做一些建议 或是劝告 你还记得大家跟你说什么吗 基本上他们觉得说好了以后呢 就开始像过去一样 这个好像是怎么样的 又恢复过来 就可以大展宏图一番 但是我最觉得说 我那时候不这样想 我是觉得说 我这个命是被捡回来的 所以呢 我这个要面对人生下半场 是要怎么样的 让我自己的生命 用在这个恰当的地方 最有意义的地方 所以呢 我就把原来的工作把它辞掉 我那工作不做 那么以后我找另外一个 比较好像是属于一种 自己跟教育有关的一些工作 就是一个教育信念中心 我这样工作也不会压力很大 最主要是在教会里面的生活 可以兼顾到 能够在教会里面固定地上 主日小组 对我的灵性的一个恢复 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呢 其他的人 外人是比较不了解 外人不了解 这个灵性里面的需要 可是呢 我经过这样的 这个创伤之后 我知道我的灵里面 需要被恢复 被重建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重生 浴火重生嘛 那么这个 别人不太容易了解 我是当事人 我当然知道说 我应该做什么 所以我就把那个公司工作 辞掉了以后呢 改变另外一个 跟我自己教育背景 有相关的一个训练的工作 这样调整了以后 我就想帮助很多很多 我最主要是 我最有一个教会的 一个正常的生活 对我来讲是不可或缺 当时回忆起来是不可或缺 就是关键性的 对我灵敏的恢复 信心的恢复 都产生一个 极大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帮助 感谢主 是 对我来讲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想要请问许本决牧师 就是本决哥 我们知道你有一位跟你非常要好的大学同学 给你很大的帮助是吗 是 他也是大家还蛮熟知的 就是曾国神弟兄 那是怎么样的一段往事呢 这个往事我讲也是神的恩典 因为我跟他是在大学同学 那么当时我们觉得他的功课非常好 是 非常好 但是毕业以后 他告诉我们他信耶稣了 我们感觉到很惊讶 不可思议 我说这种人功夫那么好 为什么可以信耶稣 我就产生一些好奇 但是我也没有说问太多 那么当我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就找到他 那么他跟他谈 谈一谈天 聊了一下以后 他说 你这个可能是就主耶稣可以来救你了 那么他就把他手边的一本圣经的拿给我看 我就感觉到很惊讶 就说我马上翻到这个 有个马太福音里面有句话 他说人若赚的全世界 若是丧失神秘有什么益处呢 有什么可以来唤起神秘呢 我说这个太奇妙了 那么这本书 就忽然会冒出这么一句话 因此我会体会到一点 就说 这个圣经是 专门是最特定的时间里面 对特定的人 讲特定的话的一本书 那我就很稀奇 我就很快 我就对这本书着迷 我就非常非常勤奋地把这个圣经 我也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参加团企 参加小组 能够把它读完 我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时刻 那么他介绍我 他虽然说讲不多 但是他叫我去寻找答案 我确实是从圣经里面去寻找答案 我知道我的问题所在 所以他给我那本圣经 我记得应该是三个月左右 我就持续着稳定地在教会里面 参加所有的活动 所以我大概三个月四个月以后 我就受洗成为基督徒 非常非常感谢主 在生命里面有这么一位弟兄 那么有这么一个好同学 能够把耶稣介绍给我 那时候回想起来 这当然是出于神 神给我非常大的福气 感谢赞本主 Amen 好棒 真的有这么好的同学 本爵哥 我们好奇说 其实你责任心很重 这个特质是从小就这样吗 会不会你从小就有一个想法说 你一定要帮忙改善家里的经济 或者是一个老大的重担 是什么呢 可不可以再帮我们更多的说明 这个应该是分的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传统上 我们是穷苦畜生 那么这个华人都是这个孝道 这个是大家共有的一个价值观 价值观 那么这是第一方面是传统 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的因素 就是我家庭的因素 就是我是老大 老大我就不能够见死不救 我看到他们生活条件都非常非常差 尤其是从远甸到台湾来 非常非常多的不容易 生活条件都很差 那么作为一个兄长 我想我这个是自然的一个怜悯之心 责任之心 我想这个也是出于一种人的本性吧 应该是这样子 在过去健康跟财富 基本上你是会选择财富 对不对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 你的这些观念完全的改观 你说健康跟两亿元 你不会选择两亿 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改变 因为一个是质跟一个量的问题 那个生命的这种是谈质的问题 那你赚的全世界 丧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就是它基本生命是一个质 我的体验呢 它是个质不能够用量的问题来讨论 那么它是超过量的问题 我完全不能够比嘛 所以说你好像钱再多也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也就是数字 可是你的生命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我想这个生命是无价嘛 我当时我发现我忧郁症的时候 我并不是缺钱 并不是缺钱 并不是在钱的压力 是工作的压力 那么因此呢 我就觉得说 对金钱的看法 我倒不会说 我把它看得首位 反而觉得说 要怎么样 把自己的生命 发挥到极致 活出最有意义的生活 那么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才是我的重点 所以我就 五十五岁退休以后呢 我就投入教会里面的工作 我觉得那个在教会里面 可以帮助很多很多需要的人 尤其是我们经历过这些生活的一种不容易 那么我想更多的有同理心 跟贬强处的时候 互动的时候呢 更多的能够了解他里面的 心里面的感受 有些是他已经讲出来的 我们听得懂 他讲不出来的 我们还是可以听得懂 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一段 比较不容易的这个艰困的日子嘛 所以我觉得说 生命的价值 应该不能够用金钱来评估 金钱评估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低层次 非常低层次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说 我们活到那么久了 我们知道是哪些是最宝贵的 哪些是不那么宝贵 我想我们可以分得出来的 可以完全可以分得出来 是 整个价值观都不一样了 都被更新了 是 完全完全被更新 完全不一样 我看法上是天差 天差地缘 天差地缘 好帮哦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很大的诱惑 那你觉得我们怎么样可以在金钱上面 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呢 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是这样子吗 就是说神要的不多 神要我们忠心 这是从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 我想我们只要忠心在神的面前 我想很多事情都会因人而解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因为在教会里面不同于在社会上 教会里面都是一个基督徒 都是一个统工 而且是比较 这个在经过一些挑选的一个统工 真理的认识呢 也比较完备 那么所以我想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 我想这个大家都会比较先寻求神的心意 经过祷告 经过一些赞美 经过一个寻求 那么才能够把自己的意见能够表达出来 所以基本上跟社会上相当不同的 就是什么呢 我们有神在里面引导 神是我们自己的神 也是他们的神 我们共有一个神 神把相同的意念 对某些看法上 开始有差异 但是经过祷告以后 渐渐渐地可以向同一个方向 那么所以呢 我觉得说在教会里面的福祀 非常非常蒙福的 就是因为有神做主 神在引导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要依靠神 所以不管是数字都大 那么对我们来讲 我们大概都有安全感 那么因为我们福祀的对象是上帝嘛 不是人 所以呢 即便是数字越来越大 财物越来越复杂 但是呢 终究可以隐忍而解 最主要是神在我们中间 做一个奇妙的代理 帮助 感谢主 很想反问一个问题 就是呢 因为我们大家觉得说 哇 两亿多的经费 一定很不容易管理 但事实上 我们知道两千块 其实更难管理 因为变成 每一块钱 都要用在刀口上 那本爵哥 再帮我们回溯一下 因为我在想说 本爵哥 你刚刚有提到 从小的环境比较困难 会不会那个也造就 你在少少的预算上面 知道怎么样去抓 每一块钱都花在刀口上 能够真的非常忠心的去使用 你的问题问得很好 是说我们都在每一块钱的使用上呢 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审的话不用 当用的话不审 那么也会有很基本的原则 我们也不是吝啬 我们只不是不浪费 这是我们的一些教会里面的 共同的价值观 那么为什么可以从两千块钱 到目前那么多的预算 我相信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神经过无数次的测试 这个团队是可以被信任的 神就把更多的恩典加添 那么这是从过去的一些经验上 我就简单的这样说明一下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提一下的 就是我们的牧师师母 尤其是师母 他对金钱的管理 他非常非常节省 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勤俭持家 勤而且俭 勤是工作上的一些态度 俭是花钱的一种方式 花钱的一些考虑 那么勤俭持家 这个不只是做共同的一些价值观 而且是外人来看了以后 那么他也觉得说 我们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方式 非常非常合乎上帝的一个心意 我们绝对不浪费 无谓的浪费 我们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一个支出 所以我在想 教会有一个这样的传统 也牧师师母他们带头 做这样的一个榜样 那么其他的都有一个跟随 因此自上而下 大家都是在金钱的使用上 非常非常谨慎 不会说浪费了 西藏了 这个都不会有 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特色 我在这个教会里面 服侍这么二十几年 整个三十年的使用里面 都是从勤俭持家了 都是一步一步起来 我相信都是一个优良的传统 跟管理的制度 感谢主 所以本觉哥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 其实不在乎数字有多少 而是说我们的态度始终如一 就算真的很多简 我们还是一样 非常的勤跟简 这是态度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徐本决牧师本决哥聊到这里 很想要请问本决哥一个大家想知道的事情 就是本决大哥跟大嫂是怎么认识的 这个应该是在67年的时候 我跟他是同一个机构工作 我是负责一个工厂的负责人 他是属于服装设计方面的一个负责人 那么两个人常常会在一起开会 在这种情况下久了以后 就会彼此观察到一些对方的人格特质 大概就是在密密地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 因为我们也怕说这个好像怕失败嘛 怕贤人嫌疑了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密密交往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觉得说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才对外公布 那么对外公布的时候 每一个都是觉得说跌破眼镜 没有一个人知道 没有一个人知道 尤其是人事安全 以前叫做公家单位叫做这个人儿 人儿单位是管理安全的部分 他说我这个位置给你做就好了 你比较好像守得住 我这个人儿对你们的感觉都很失败 你们结婚我都不知道 就笑话了 感谢主了 都是神的恩典 因为在过去 其实还是那种保密房爹的时代 然后本爵大哥跟大嫂 就已经展开办公室恋情 对我们是想要问说 因为看到两位就是这么多年来 洗手建立家庭 而且我们在您的脸书上面 也看到全家福都是非常的幸福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本爵哥在事业上工作上 其实都是非常有责任感 怎么样能够兼顾家庭 把家人都照顾得这么好 是这样子 我外表别人看我是比较温和 可是我信了耶稣以后 我觉得对川普因为我是一个激烈分子 激烈分子 我太太被我逼了以后 她是跟我讲 她说如果我不信耶稣 我是活不下去 所以她就信了 她说我是经过那么多困难 才信耶稣 对她来讲 她从来没有经过那么大的困难 她还不信耶稣 那是更糟糕的 她说更糟糕 所以她就说早一点 信是比较好一点 那么过去我们在家庭里面 福音先传到她信了以后 我两个小孩子分别在不同的时间 信耶稣 那么他们两个人都在美国 现在成家立业 那么再来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我大概在七八年前吧 那么虽然他们眼睛很大 感谢主 但是神的恩典 实在是让我这感觉到不得不 这个好像对信耶稣这件事情的 有一点急迫感 所以他们都从台湾到大陆去 就住在云南以后 我每年都会有一次的两次的去看他们 很不容易 他们是在乡下交通很不方便 只要坐飞机完了以后 再坐火车 坐完火车又再坐汽车等等 都是爬山 这个什么呢 攀山越岭 哇 攀山越岭 去了 她也很感动 那么就在六年前 他们八十几岁 九十岁的时候 信了耶稣 然后呢 现在有些会亲家 对我来讲最大的安慰就是他们两位信耶稣 那么这是我的爸爸妈妈 现在是等于说我们从爸爸妈妈 我自己 我夫妻两个 还有我的儿女 第三代 第四代是他们儿女的儿女 第四代了 短短大概不到三十年的时间 四代信耶稣 我这个完全上帝奇免的作为 就我们自己的家那部分 通通信耶稣 我看到他们信我 我们又因为有相同的价值观嘛 所以非常非常喜乐 彼此也是常常在一起祷告 每个礼拜天 尽量和在一起 也现在有个什么呢 RPG 祷告 祷告 福星祷告 常常在透过这种网络 也才常常一直祷告 感谢赞美助 所以现在好像是我们在地如在天 所有的困难都 这个一一克服了以后 我才能都是神赐给我们一个爱的家庭 彼此相爱 我想感觉到是在上帝的这种爱里面 在生活 所以我也愿意更多的时间来服侍上帝 感谢主 因为家庭和乐 不需要去处理什么家庭纷争 就有更多的力气和时间来服侍上帝 刚才本觉哥特别提到说 对家人传福音的那份热切 不惜翻山越岭去传福音 怪不得我们都看到您的脸书 po的照片 真的都好幸福 很羡慕 就是整个家族都是蒙福的 本觉哥 您有提到聚会这两个字 你说其实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曾经经历过忧郁症 走过死因的忧谷 你知道说聚会的宝贵 要不要再跟我们更深刻一点的分享 是这样 有人说基督徒的机会是很奇妙 只有基督徒自己的本身 才能够体会出他 怎么样这个美好跟奇妙 他说结果多一个人在一起 为什么谈那么多问题 谈那么多 而且电视都要来机会 那么他说如果不是有神的话 这是最无聊的一个机会 但是如果是有神在这里面 那就不得了了 什么好事情都会发生 而且只有好事情会发生 感谢主 他说如果是没有神在这个机会的时候 是最无聊最没趣的一个机会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是基督徒的记忆里面有神同在 有神在在里面 那就完全不一样 机会的人才能够体会出那样的喜乐 那样的平安 那样的平静安稳 所以我千方百计 我碰到哪一个不同的人 我想希望是他能够到教会里面来看一看 看一看他从外面到里面 从一个好像群众性的 到一个个别性的 我想慢慢慢慢 经历到上帝同在的那个美好 同在的那些恩典 就好像喝开水的时候 你不进来喝 你根本就无从形容他到底是状况怎么样 也难以形容 有些人你可以流泪 也可以哭 感情上完全得到一个抒发 完全得到一个释放 感谢主 机会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一个基督徒来讲 尤其是对我生命重建 生命在那个重生以后 机会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爵哥因为大家从外面看你 觉得你是一个很刚强的人 很有能力 但是你提到说在聚会当中 你可以释放情绪 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是这样子 男人有泪不情谈 这是传统的 因为他要背负千斤重担 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这是没什么意义的 你也背不起千斤 也不需要背那个重担 在神的统在里面 让你自己感觉到 所有的重担就可以卸下 就好像圣经里面它说 劳苦丹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他得安息 这句话是真实的 劳苦丹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到哪里呢 就是到上帝的面前来 那么他就给我们的安息 然后我想一个人对安息的这种渴望 而且需要是无以言比的 因为人打拼一段时间以后 灵里面若是不能够安息 那是怎么样都不对 做什么事情都不对劲 所以一个人能够在定期到教会里面来 或者到小堵里面能够参加一个机会 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修复 恢复恢复或者是更新 我想对人的这个灵魂苏醒或者是灵命复兴都会有一些不可替代的 不可获解的一个帮助 大概是这样 是本节目是因为您自己的学经历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忙碌 因为担任过教师 电子工程师 还有职讯中心的讲师 甚至像是职讯局的记证 还有科技公司的负责人 这零零总总真的很多 想请问说 您看这种聚会 但是你怎么样可以持守住 真的不断的来聚会 OK 人生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基本面 第二个部分是技术面 这个就用股票术语来讲了 那么基本面如果是顾不好的话 技术面是没什么特别的意义的 刚才你不管是我在哪个阶段做什么样的事情 它是一种技术面的问题 是 然后我觉得一个人体质要好 技术面要健全 那么健全的意义 他就是做事情就很稳固 做什么事情都是离不了自己本身的一个体质 所谓体质就是说一个智慧 一个能力 一个价值观 影响了你处理事情 判断事情的一个方向 或者一个准则吧 那么所以呢 我想机会可以帮助我们 强化我们的基本面 但是您那么的忙 这个时间怎么分别呢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 有一句话就说 先求神的果跟神的意 其他的一切我都要加给你们 这句话过去不太懂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有个优先顺序 优先顺序就是什么呢 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在优先处理 次重要的事情是慢慢处理 没关系 不过呢 话是这样讲 但是如果在分辨的时候 是要靠智慧 靠能力 靠智慧 靠你的人生智慧 那么有些时候比较不太容易分辨 说哪里是最重要的 哪些是非处理不可的 那么久了以后呢 你当然自然会觉得 常常在上帝的统在里面 就会不知觉的 你就会判断 这个是要你一个判断 那么有些时候 确实把这个判断里 你会错 会乱掉 所以呢 有些时候家庭不顾 他的老师在俯视 这个是也不对 那么到底是 哪一件事情是比较重要 哪件事情不重要 这个是长久累积下来的 一个人生的经验跟智慧 求神 但我们就说 每一件事情都是把 神的果 神的义 还有树林的方面呢 把它摆在前面 总是大概不会有 什么太大的错误 应该是这样子 是是 真的学习到非常多 在今天我们访问 许本爵牧师 本爵哥在最后呢 可不可以给云彩飞扬的 听友们一些祝福跟鼓励呢 是 我想 作为一个牧师 我常常鼓励别人 用我自己的生活经验 去鼓励别人 不是太一个大道理 我经过这一段时间 我真的是有一句话 就是什么呢 认识耶稣是我一生最好的祝福 最美的祝福 认识耶稣是我一生最好的祝福 最美的祝福 所以呢 我跟我爸爸妈妈 我的太太 我的弟兄姐妹 都是这样讲 这样讲 我想 因此呢 我自己人生作用 就是像保罗一样的 说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了让人 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也就是说 这么好处 我巴不得 我巴不得 每一位认识我的人呢 都能够有这个好处 我这个好处从耶稣而来 所以如果是你觉得说 你人身上有什么困难 或者是 有些什么难解的习体 那么我欢迎你 像我一样 到教会里面去 教会里面会提供这个答案 因为教会里面 有神的同在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非常非常荣耀的同在 所以你到教会去 都没有错 那教会里面可以接纳你 可以爱你 可以听你 讲一讲你自己的困难 能够为你祷告 我相信上帝 就像说爱我们 爱我 也会爱大家 一样的 上帝救把我 也能够救把 那些在苦难当中 落在一种 百般失恋里面的朋友们 我想就给大家 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谢谢 上帝要救把一切 在苦难当中的人 我们真希望 所有的听友 都来就近上帝 认识上帝 这是本觉哥 跟我们的分享 今天谢谢本觉牧师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感谢给我听众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非常感谢许本决牧师分享的生命故事 也谢谢本决哥授权给救恩之声 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宫当中 所以朋友如果你有感动 想要来认识基督信仰 可以写信或是打电话给我们 也推荐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 韩寿课程 让圣经老师帮助你 使你更多认识圣经真理 你可以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号信箱 台北邮政 44-80号信箱 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 静一收 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官网APP 各大podcast平台都有播出 邀请你持续的收听 并且也请将云彩飞扬 见证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听见好故事 因为你的分享得到祝福 在这里敬意祝福你喜乐平安 云彩飞扬 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如的灰影 四处寻找我的心 万片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寻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已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生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的追求 我曾经多彷徨 能平潮水带我走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已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我曾经多彷徨 我心中的快乐 我又见到的太阳 我心静静跟思想 我曾还要等来她 Zither Harp 朋友你竟在哪里 四处奔跑何时宜 如果你还愿意听 让我再来告诉你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他必是你的宝足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他必是你的宝足 他必是你的宝足 他必须是你的宝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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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 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优优独播剧场